有關於磁力線還有一些事情很重要 考試也會問的問題要請你注意 第一個磁力線是一個光滑封閉的曲線 有出去就有回來 為什麼會封閉 我們前面交通為什麼會封閉 為什麼會封閉 因為它有兩極 有一個N有一個S 所以從N出去然後進到S S會到N嘛 所以就會封閉 那如果電單級電力線會不會封閉 不會 不過這個我都不交 所以因為它沒有磁單級 一定有N跟S 所以一定會拉回來 所以封閉 再來不會相交 就是它不會有兩條磁力線交叉 為什麼不會交叉啊 為什麼不會相交 你在這裡受力向哪裡 就是向哪裡嘛對不對 你如果有兩條線 如果有兩條線 那不就是兩個方向嗎 不可能嘛 就算受到兩個力 會變成一個合力嘛對不對 合力所以 它只會指是一個方向嗎 它只有一條切線啊 只有一個切線啊 所以它就只有一個嘛 所以這是Keyword 封閉的光滑曲線不會相交 考試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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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提到它 注意它的其它的性質 好再來 實力線是立體的 你看這個照片 實力線是立體的 是立體的 可是我們的指是平面的 所以我給你畫 這個畫在平面上 可是實際上它是一個立體的圖 立體的 OK看到嗎 是立體的狀況 立體的狀況 這是我們明天要做的實驗 好 這個壓克力板下面有磁棒 然後呢上面撒鐵粉 我們是先撒好鐵粉 下面放的時候是敲 敲那個壓克力板 然後呢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喔它有兩級 就是這個 我們 它是用撒鐵粉的 然後撒下去以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 它就會出現一個特殊的 剛剛講過它的形狀 樣子 就是所謂的磁力線的狀況 這個是所謂的條狀的磁鐵 你也可以是所謂的 馬蹄形的磁鐵 再做一次 一樣 這也是明天我們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做的不是撒鐵粉 我們做的事情是 鐵粉先撒好 然後去敲那個 壓克力板 讓它能夠稍微跳一下 然後再開始排 然後一樣就成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就是所謂的磁力線 然後科普要你把磁力線的形狀描繪出來 科普要你把磁力線的形狀描繪出來 就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像這樣 形狀描繪出來 OK 第一個 你大概知道這樣就好了 考試不會考 有一年 非常非常N年之前 有學問我說到是會不會考 我說不會考 就是考出來 讓它畫 但是二十多年來 就考過這麼一次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要你去真的畫出來 但是樣子大概要知道 但重點是那個 右上角NX是互相吸引 左下角N跟N互相排斥 那個形狀樣子要記住 還有旁邊那兩個並排的也是類似 就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如果是相吸的時候 磁力線是相連的 如果是相刺的時候 磁力線是分開的 學測就考過一次 他把圖畫給你看 因為你看得出來它是分開的 所以大家兩個都彼此互相排斥 於是可以知道它磁級什麼磁級 OK 所以這也是重點 這也是明天特別要你做實驗 挑一挑 看它的樣子 什麼樣子 你要看得出來 相吸跟相似的樣子是不一樣的 相吸的時候磁力線會相連 圖上有顯示 相似的時候磁力線會分開 圖上面也顯示 這就是我們明天要做的實驗 也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考試會出現的問題 OK 重點 這就是我們的磁鐵 有磅狀磁鐵 有馬蹄形的磁鐵 有互相 這叫做彼此相似的 有彼此相吸的 並排也有類似的情況 並排有類似的情況 要你了解磁力線 你也說實際 要你真的畫得很精確 你也畫不出來 那是個數學式可以描述的圖案 你也不懂那個數學 你也畫不出真的很完整很清楚很正確 你知道大概樣子知道就可以了 你知道大概樣子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所謂的磁力線的狀況 OK 好請問你 我撒鐵粉有條紋 這條紋叫磁力線 磁力線表達磁力 磁力有所謂的大小有所謂的方向 那請問你 你撒看鐵粉可以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大小嗎 你可以看到方向嗎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 還有你可以看到形狀嗎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如果你看的是鐵粉 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看的是鐵粉 你可以看到什麼 停車戰界問 來 二三三四二 三四 三四 可以看到什麼 還有嗎 行狀 還有嗎 啊啊 因為沒有的意思嗎 請坐 形狀就是那個樣子嘛 這個紋路的樣子叫形狀 大小勒 你看鐵粉嘛 就鐵粉多就表示比較大 鐵粉少就表示比較小嘛 可以看鐵粉的書面可以看得出來嘛 好 課本還 課本的實驗 除了讓你看鐵粉之外 還要你擺磁針 那你在周圍放磁針 你放磁針 那如果你放的是磁針 你會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大小嗎 你可以看到形狀嗎 你可以看到方向嗎 力不是要有大小跟方向嗎 你可以看得到嗎 你看到什麼 如果你現在你擺的是磁針 你可以看到什麼 停車站接任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十五號有嗎 十五 可以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 方向多一個方向嗎 還是只有方向 是多 是剛才的形狀大小在多一個方向 還是我只看到方向 蛤 你只看到方向喔 你確定嗎 你只看 你只看 蛤 要不要換 不換 請說 你不要換 人在江湖誰怕誰 我怕你就是大小 當你把它擺在不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 N級的受力方向 N級指示的方向 就是磁掌方向 你把它擺在 不能把它的方向 都點點點點點點點 點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形狀 因為N級的受力方向 N級指示的方向就是磁掌方向 所以你看得到方向 大小你可以看它偏短的程度 它應該指向北邊 結果現在比北邊有多遠 你可以知道它偏短的程度 你可以知道它的大小的狀況 所以這三個方向可以看得到 就是放不一樣的東西 放鐵本或放磁針 你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明天做實驗 就是要你撒鐵本看形狀 同時要擺磁針 可以看得出方向 Keyword 你要能夠知道 它的方向就是磁力線的切線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OK